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第七课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话呢 它接续的讲说 前面因为我们提到说 穿戴名牌 穿戴名牌会给你一种信心这样子 会让你觉得呢 这些名牌给你更多的保护 或者是呢 让你觉得更舒服这样子 那所以呢 当然是有些人这样 就是说他看到那个牌子 他就觉得不一样 那所以他接着下去呢 针对这一点去做一个讨论 他说ironically的话 我们说叫做很怎么样 很讽刺的啦 OK 所以很讽刺的就是说呢 它常常呈现的是一个和实际的情况相反的东西 也就是说 在这边的话他就说呢 This blind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brand names actually reflects a person's lack of self-confidence OK 好 本来呢 你用了这些东西啊 是要觉得更有信心才对 觉得呢 这个自己很不错 很有眼光啊 OK 或者是得到更好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待遇这样子 然后更好的服务这样子 OK 好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往往是有落差 好 所以他这边说ironically 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有一个讽刺的就是 This blind believe in OK 好 believe 不管是动词 believe 或者是名词 believe 后面呢 我们说对于什么什么相信 我们都是要用 in 这样 Can you believe in something or you have believe in something 我们都是用 in 好 OK And the power of brand names 它说这种 Blind believe 盲目的一种信仰 Actually reflects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reflects a person's lack of self-confidence OK 好 怎么会是这样呢 好 他说呢 and it definitely doesn't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sitive self-image OK 好 那呢 他说 它呢 it definitely 它确实呢 doesn't contribute to contribute to 的话就是说 对什么什么贡献 contribute 的话是提供 做出贡献 那所以contribute to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提出贡献 也就是有注意的意思啦 OK 好 所以呢 是 它说 对这个东西没有帮助 什么东西没有帮助咧 the establishment of positive self-image OK 好 那他是这么认为 那我们当然要看他怎么叙述 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咧 他说 when people buy designer goods 好 所谓 designer goods 的话 也就是说是有品牌的一些商品 也就是上面呢 当然后来其实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用designer的名字 但是常常是 比如说 同学知道了什么 Georgio Armani 或者是什么 Gucci 什么那些的啦 OK 好 那个都是 designer 他的名字 好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有一个那个 Chanel 对不对 OK 这个也是原来也是那个 designer 的名字 OK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会把它叫做 designer goods 也就是说呢 这些所谓的高级的 有品牌的商品 OK 他说呢 事实上怎么样 they buy into an image OK 他也就接受了 buy something 或者是我们说 buy into something 就是呢 你也去接受了 接纳了 OK 好 接受了这样子 an image created by advertisers 的确是 OK 常常有时候 其实你是看到那个美美的那种照片 那上次上面可能还有明星在代言这样 OK 或者是名人代言 OK 好 或者是本身产品的包装做得非常的吸引人 让你觉得里面的东西就跟包装一样的好 OK When people respond to the advertisement and buy such products 好 respond to 对什么什么有反应 就像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呢 你看到那个广告 看到广告片 或是广告 或者是呢 甚至于那个商品的包装 你会有那个反应 respond to OK 好 然后呢 那你respond to 这个 advertisement 你对它有反应 表示你有感受 OK 好 然后你就去怎么样 然后你就去买了 and buy such products they want to signal their value 他想要去发出一个信号 想要用这个商品去标示出来 标示出一个记号 也就是说呢 发出这样子的一个信号 表示说怎么样 OK 他们自己呢 本身的一个价值 or uniqueness OK 好 或者是独特性 through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of the brand OK 好 through的话呢 这边当然是透过 就是透过某一种管道 透过某一种方式 那也就是说这边呢 把这个 the uniqueness the value or uniqueness of the brand 跟怎么样 跟他们自己的 value or uniqueness 把它怎么样 把它呢 扣合在一起 透过这个东西呢 来去标示出来他们自己的价值 OK 好 过这个其实呢 当然就是 看你怎么想啦 因为其实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那些商品其实 并不能真的代表你啦 OK 他可能可以代表某一部分 你某一部分的一些判断 OK 好 你的一个使用的习惯 或者甚至于你的收入的选拼 但是呢 是不是完全能够代表你这个人 这个可能要想一下 what's more purchasing designer goods enables people to hide behind an image created by others OK 他说呢 更有甚者 what's more 这个我们常看到 好 主词 purchasing designer goods 到这边为止 好 买这个东西的这个行为呢 enables 动词在这里哦 purchasing 这些东西 这个行为呢 enables people 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呢 to hide behind an image created by others 好 为什么说这样呢 好 等于就是说 人家看到的是你身上的一个品牌 然后呢 很容易就把这个品牌 联想到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呢 你也觉得好 我买了这些 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买了这些品牌 然后呢 装饰在我身上 感觉上我的一个价值 或者是呢 我的一个这个形象就会不一样 那呢 真实的自己啊 也就可以躲在那些东西的后面这样子 OK 那当然 其实我们如果 你如果好好观察呢 其实东西是人在带 衣服是人在穿 OK 再怎么样啊 再怎么样那些东西呢 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去掩盖一个人 他真实的样子 要说实在话 然后如果你有用心去观察的话 OK 好 但是呢 难免啊 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这样 特别是说你如果那个人不熟一次看到他 你可能会先看到他身上那些品牌 OK 好 所以他说可以 enables people to hide behind an image 那个image是怎么样 that is created the created 等于呢就是什么 等于就是 that OK that 或者是 which OK is created OK by by other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independence or originality to create their own image or style OK they don't have the independence 没有那个独立性嘛 OK 好 因为也许呢 怕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也许别人不喜欢啊 OK or originality 好 或者是呢 自己的一个原创性 这样子 OK 好 那其实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 只是呢 你有没有受到鼓励 或者是你敢不敢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 把他表现出来的 OK 好 那他那 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 别人就没看到 所以就算是没有 OK independence or originality to create their own image or style 事实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 但是呢 有时候要看我们有没有勇气表现出来 大部分大家都是 因为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嘛 你还是某种程度 你要跟这个社会做一个 一个妥协吧 OK 或者是你要融入啊 OK 好 他说 so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eenagers ok wh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 pay attention to 这个没问题吧 只是在回忆一下 然后注意这样 可以注意他们appearance 但是其实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呢 也是他刚刚前面讲自信心的问题 OK 好 你呢 有多注重你的外表 是怎么样的一个注重法 其实跟你这个人的自信 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不过这当然有点复杂 我们在这边就不多讲 OK the impact of designer clothes on the young on the young on的话是因为impact的关系 impact on someone the young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young people OK 这个东西应该不陌生吧 OK 好我们说呢 the young指的就是young people OK 好就好像我们说the rich指的就是 OK rich people OK 好 the poor指的就是poor people OK the blind指的就是blind people就是这样子 OK 好对于年轻人的影响seems to be more tremendous than that OK 好这个that的话当然指的是前面提过的 前面提过的什么 the impact than the impact of any other type of clothing 这边是拿designer clothes 跟其他类型的衣服来相比 那designer clothes 它的一个影响呢 要比怎么样 any other type of clothing 它的一个影响 这个impact 那你当然是impact跟impact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这个that 千万不要不见了 OK 好 他说呢 some young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they can make a good impression on others OK 好 make an impression make a good impression OK 这个没问题吧 就是呢 给予人家印象 给予人家好印象 也是一样 我们也要用on impression you leave an impression you make an impression on someone 我们要用on OK is to dress in designer clothing 这个是他们认为的一个方法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来最近 these days recently OK a majority of a majority of 的话就是指说呢 a large part of OK 或者是在这边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说 a large population of OK 或者是a lot of 最简单的 OK 很多的 majority 我们本来指的是多数 那这边 a majority of 就是说 quite a few OK OK quite a few teenagers who like to wear brand name clothes 好 这些人怎么样 动词在这里 OK 我们的名词主词是 a majority of teenagers 那who 后面是来修饰他 所以动词在这里 在express 这里 OK express themselves by what they wear on the outside OK 好 他说呢 然后流行上面写字的t-shirt OK 某种程度在表达你的一个 一些认同吧 一些想法 OK 要不然其实t-shirt 是一个 没有什么剪裁可言的衣服 但是重点在上面的讯息 OK 好 那有时候有的人他不讲话 可是呢 不太讲话 可是他的衣服表达出来 他想什么 OK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cut of designer clothes often go beyond those of lower priced versions of the same garment OK 好 这边也是一样是在做一个对比 这边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cut of designer and the cut OK 这边 我们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cut OK 就是要用来讲什么 后面这个those 这个those 这个those的话指的其实也是前面的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cut OK 好 那比较两种衣服 一种是designer clothes 另外一种是lower priced versions OK 好 这个呢 价格比较低的 这一类的 比如说一样是裤子 或者是一样是裙子 这样 好 这就是一个version 但是呢 他是比较高价的 而lower price 比较低价 那他们的这个quality 还有他的cut 那这边的话呢 those 就是用来代替前面的这两个东西 那些这样 OK 好 来做一个比较这样 他说当然是 就比较好 但是有好到需要花那么多钱吗 所以他后面怎么讲 他说尽管是如此 但是 但是 the money that must be paid to buy designer clothes tends to far exceed their real cost OK 然后他说呢 其实the money 其实是怎么样 tends to far exceed 可以超过很多 这样子 OK as a matter of fact in fact seventy five percent the often of the often high purchase price is for the logo alone alone alone的话 指的就是only的意思 单单这样子 OK 好 however as 随着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starting to get at 好去 look into to get at is to look into 了解 调查 the cause of such high prices they finally see the light that it is unwise to buy designer clothes simply to prove their own worth OK So Do you still have a good reason for 这个for 该很熟了吧 OK 好 所以这边他最后还是又再提出这个问题来 好 那我们就想想看吧 拜拜